诶 老公 今天是不是说姐要过来啊 嗯 对 那要不我们出去买点吃的吧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也行 是不是姐来了 应该是吧 我去开一下门 诶 姐 你来了 快进来坐 姐 你来了 快坐吧 姐 刚刚我跟小静还在说你呢 你想吃什么 要不我们出去吃吧 家里面没什么东西了 不去外面吃了 在家里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哎呀 姐 我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家里面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了 走吧 姐 行 走吧 哎 吃得好饱啊 今天这要菜感觉怎么样 嗯 还行 就是有点辣 下回啊 换下一家 那个姐 你跟姐夫现在公司怎么样啊 哎 就那样吧 你姐夫在那儿管着呢 就这样坚言坚言 我呢 也好好休息一下 对了 你们都结婚几年了 怎么不要个孩子 我们结婚才几年啊 还没想着要孩子呢 这再来说了 生孩子不得花钱啊 我们现在只想赚钱 还想着悠闲啊 这都多大了 我们俩 这不是想着年轻 再多赚点钱吧 这家里啊 条件也不好 老公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出去了 姐 我下午还有事 我就不陪你了 行行行 那你慢着 行 我知道了 姐 我这没烟了 我就选买博 买博烟 你在家里等我 我马上回来 嗯 在家里啊 得收拾收拾了 喂 什么 行行行 我马上过来啊 我这钱没给弟弟了 诶 还是放在地习包里吧 小李不怨不怨 也不知道我弟弟他知不知道 不行 我得告诉他 姐 我回来了 姐 姐 姐 怎么没人啊 唉 打个电话问一下 喂 姐 你怎么走了 弟弟啊 我公司有点急事 我就先回去了 哦 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啊 我给了你一张卡 里面有两万块钱啊 我放在弟弟的包里 你拿一下 姐 你给我钱干嘛 你拿着 我还有个事前要告诉你 小李没跟你说她不能生孩子吗 没 没有啊 刚才我给你钱的时候 在她包里看到了一份警察报告 上面显示小李不怨不欲 你没搞错吧 姐 搞错什么呀 我可跟你说啊 她又真不能生孩子 你就跟她离婚 这样不太好吧 唉 有什么不好的 你年纪轻轻的 没有孩子怎么办 那好吧 我等会问问她 好吧 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边还有事啊 挂了 老公 我来了 你怎么了 怎么好像不太开心啊 小李 这些年你瞒着我 瞒着挺辛苦的吧 什么 我瞒你什么了 什么 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吧 我也今天来了 她跟我说 给我两万块钱 放点包里的时候 我会说 看到点检查报告 你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老公 我 我不是故意要我瞒着你的 这些年 我找了各种偏方 也去医院看了 但是没用 那你怎么不早说 结果早就出来了吧 我 我怎么跟你说啊 我怕我跟你说了 你会跟我离婚 我今天生气呢 不是因为你不孕不育 而是因为你 没有把事情告诉我 这么些年了 如果不是我刚才发现 你还要瞒我多久啊 老公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对不起 我已经让我妈去找偏方了 再多想想办法吧 你告诉我 我们可以离婚 或者做试管婴儿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瞎想办法 以后有什么事啊 可不可以再瞒着我了 我知道了老公 你真好 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 嗯 老婆喝水 我不喝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会想办法 借钱把你的病治好的 十几万呢 那么多的钱 上哪去借啊 你先休息 我去找我哥想办法 我哥他有钱 好 需要这么多点钱 他真的会去找钱给我制吗 一二三四五 九百块钱 都说难了 有钱就别换 为什么我有钱了 还找不到老婆呢 唉 单身光棍 28年了 喂 爸爸 工地有点事 你来工地一下吧 好的 我马上过来 哥 你准备去哪 哦 我准备去看一下工地呢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借点钱 借多少 十五万 这么多 你要干嘛 小丽生病了 我刚刚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 治好他的病至少要十几万呢 我们才刚结婚又没钱 所以我跟你说 小丽生病 不是我不接你 你长长脑子吧 要这十几万给他治病 还不如重新娶一个呢 再说了 花这么多钱 还不一定有把握呢 你说是吧 你自己想想 对 你跟他说的对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老婆 不是叫你在家休息吗 你怎么过来了 你还年轻 可以重新再找一个 我不值得你为我花这么多钱 你看你说什么呢 走啊 我们回去 你怎么了 不要想太多了 就算我把这老房子卖了 我会想办法 把你的病治好的 我宁愿没有站在哥 也不能没有你 知道吗 好了 好 给下 自然吧 你先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哎 姐 你来了 小丽好脸没有 我刚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医生说 治好她的病 最早要花十几万呢 哦 小丽 她在法院休息呢 你去看一下她吧 嗯 那我去看一下她 嗯 哎 起来了 别在院别起来了 你先躺好 医生说要十几万 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姐这里有五万块钱 你先拿着 密码是你的生日 也不知道够不够 你拿好 大姐 没事 你先拿去用 大姐啊 太谢谢你了 不错了 太好了 了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